我是劉卓輝 是香港的一個作詞人 在這個項業都已經有三十多年 其實在所有發達的地方 或者國家都會有一個 這一類型的協會 專門為音樂人為主 去收取他們的作品在公共場所被使用 就會有一個協會去負責收版稅 Marker的成立就是和Cash一樣 Marker就是澳門唯一一個版權協會 就是負責徵收或者去收取 在澳門範圍裡面的公共場所使用音樂的版稅的機構 但當然它不是一個商業機構為了迎來 它的目的是為了收版稅 然後將版稅分給應該分的作者 因為我在這個行業三十多年 我會知道在不同地區都會 開始的時候都會有困難的 一定會有困難的 就是我們做廣大中華四個地方 就是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 可能是內地都是經過了二十年 才發展 才起步 可以做到收取版權費的工作 澳門當然也是可能是最近 Marker成立都是十五年 我知道 變成它十五年可能很短 因為香港的Cassel屋門 就成立比較早些 1977年 所以在 這個協會成立頭十多年 可能就會遇到收版稅 比較困難的過渡期 一定會有的了 KTV參與這個問題 我想在香港其實可能是十幾二十年前 可能當卡拉OK比較興旺的段時間 尤其是90年代 比較興旺的時候 是出現過一些不願意支付版稅 那種問題 但是香港可能是一個 法律比較認真執行的地方 所以很多這些侵權的官司 都幾容易就解決了